我是从事陶艺工作的蔡荣佑 在民国65年跟邱焕堂老师学陶之后 到现在已经有47年的时间 刚开始学陶的时候 当然最主要是先跟老师学有关的技巧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设定一个几个方向 比如说学会技巧以后 我不做历代有的东西 这个是第一点 还有别人做的东西我也都不做 尽量能够以自己的想法 然后去从事这样的一种工作方向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作品 我是做了一个笔筒 然后在外面在笔筒外面 连了一棵大树 然后在大树底下还弄了一张椅子 有个人在那里纳粮 花了好多功夫在那件作品上面 想拿去让邱老师看看 让他夸两句 然后老师看到那个作品就觉得 你不要搞这种东西 他说这太繁琐了 后来老师就给我一个概念 他说希望我以后做东西 都用剪的方法 不要一直加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老师这个方向 非常的棒 所以我从老师给我这样建议之后 我就朝这个方向 在我的作品上面 大部分的作品都看到很简洁的 我想重要的几个元素就是土 表现的一些计划 比如说又要装饰方面 有些人是用彩绘 方法有很多 我个人觉得比较难一点的就是 技巧可以磨练 但是创意很难得 这是我个人体会出来的 要做一些有自己的想法 有创意的东西 我就把我的生命态度 用作品去把它呈现出来 比如说我有做了好几个系列的东西 圆满 憨厚 包容 耿直 舍得 这都是一些个人 我个人的一些生活态度 如果说我们现在在台湾 那一定要有你自己文化的根 那文化的根 你就是要去了解 宣明是怎么样的生活 有留下哪些比较宝贵的一些概念 在这个地方 做这个地方的东西 才是脚踏实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